其實呢 國內的老百姓呢 也都是同樣擔心 或者不止我們在海外看到中國那個處境呢 是覺得是岌岌可危 但是呢 連國內的人都看到 只不過是敢怒不敢言 但是在這個七中全會公佈之後 第二天 過往敢怒不敢言的中國人民呢 終於有一個人呢 是站了出來 就是他就是這個叫做彭在舟 在舟的意思呢 我相信都不是真名 他的在舟是水能在舟水能覆舟 就是說呢 他用在舟呢 就是說水 人民 固然之可以托起你共產黨這條船 但是呢 水也都能夠覆舟 就是人民也都可能能夠將你 堆壞你共產黨 那麼他呢 就很大膽 在北京一個很三橫路 一個很旺盛的地區呢 就打出一個橫額 兩條橫額 一條呢 就叫做 罷貨 罷工 罷免 獨裁國策習近平 那麼呢 另一條橫額呢 他的橫額很大膽的 要吃飯 要自由 反獨裁 救中國 那麼呢 還有一條橫額呢 也是很突出的 不要核酸 要吃飯 不要風控 要自由 不要謊言 要尊嚴 不要文革 要改革 不要領袖 要選票 不做奴才 做公民 那麼呢 就號召大家呢 就是在中共二十大召開那天呢 就是十月十六號呢 就發起一個全體的全民的運動 全民的運動是什麼呢 就是包括呢 鳴笛 汽車名的 罷工 罷貨 如果大家在響應的時候呢 那麼這個就會是形成一個很大壓力 是不是 那麼而且他除了是公開將這些標語打出來的時候呢 他還附有一個很詳細的他的綱領 這個詳細的綱領呢 是將他的整個思想 將他整個怎麼改革的方案呢 是列了出來的 我想呢 他最大的一個對中共來說最震撼的 就是說 他向各個不同的階層呢 是喊話 比如說 軍人同胞們 你們是人民軍隊 不是獨裁者的打手 警察同胞們 你們是人民警察 不是獨裁者的保安 黨員同胞們 你們是共產黨的主人 不是獨裁者的黨奴 不要做獨裁者的幫兇 媒體同胞們 你們的責任是監督政府 傳播普世價值 不是為權貴唱讚歌的喉舌 失業破產的同胞們 你們本可以自食其力 不應成為習近平治國無能的犧牲品 企業家同胞們 你們是創造價值的納稅人 不是任權貴宰國的唐真玉 公務員同胞們 你們是為人民服務的公僕 不是獨裁者的監工 大學生同胞們 你們是祖國的未來 不是獨裁者培養的家丁 知識分子同胞們 你們是傳播科學文化知識的原丁 不是為獨裁者洗腦的工具 全體同胞們 我們是祖國人民共和國的主人 如果我們沉默 那麼我們所有人都將成為獨裁者的奴隸 為了可以投票競選 為公平正義 為自由民主 為我們自己 更為我們子孫後代 讓我們來一場新的護國運動 護國運動就是當年袁世外為了要恢復帝制 自己做皇帝 就發起一個運動 假借人民群眾的要求要他稱帝 結果蔡岳將軍發起一個護國運動 討伐袁世外想做皇帝 所以現在這個彭在洲就說 讓我們來一場新的護國運動 就是說號召那些人想起來打倒習近平的 所以他很大膽 這個彭在洲 當然他的做法 肯定會受到中共非常嚴厲的打擊 一分鐘進去監防之後 都會避受酷刑的對待 但是他這個勇氣是很值得大家去崩位宣傳 這個事件發生之後 當然他第一時間被逮捕 現在被人收到哪裡都不知道 但是這個消息已經廣泛傳播在全世界了 很多國家的報紙都有報導 你說他這樣做有沒有效果呢? 在今時今日的中國 人民給中共掀制得這麼厲害 這個AI的技術使得每個人的行為都被人差不多預先可以預測到 這個時候要來響應這些運動是很難的 所以我就很擔心 中國其實不缺乏敢出來反對習近平的人 但是缺乏的就是大家群眾的響應者 中國的群眾通常來說都會是圍觀的多 就不會去參與 總之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我記得早前深圳有一個人 在深圳舉起橫額 也都是說堅決反對習近平連任 也都是說這個連任就等於是蝕國 當然他是馬上被一群警察圍攻上來 把他制服了 不知道帶去哪裡 都是估計空多吉少 因為你這樣公開是反抗這個習近平 空多吉少了 但是這些勇士 其實在民間應該有很多 但是沒有法子連成一片 還有最大的問題就是中國的老百姓 在共產黨七十年來那個宣傳小孩的作用下 已經是成為一些不想抵抗 不懂得抵抗 甚至乎說這些就是顏色革命了 這就是外國勢力了 這個時候當然即使有人站出來 都缺乏響應者 這個就是中國可悲的地方 但是即使如此 四通橋這件事 我相信會產生它的影響 你看看現在 當七中全會對習近平繼續不斷歌功頌 譬如它的清零政策已經搞到全國怨聲再度 但是七中全會裡面 還很強調清零的成就 什麼攻堅戰 持久戰等等 我記得好像用了三個戰 來營養這個清零的工作 似乎打勝仗這樣 即是它對一些勞民傷財 將老百姓折騰到 就是你死我活的這樣的狀況上 它還視為是它的功績 它將香港打殘了之後 它還說現在香港由亂到智了 即是它的所有的做法 七中全會都將它所有錯誤的事情 都講成它的成績 所以老百姓是忍無可忍的 如果你不是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呢 不會有這個四通橋的這個議事呢 是這樣站出來的 好了 那這個七中全會公佈之後呢 那個國內的反應就是這樣啦 起碼有人很明確地發表這個討集的核文啦 還有呢 發起一個所謂的護國運動啦 所以在內部來說呢 在內地來說呢 已經引起很多民憤 在國際社會來看呢 也都是大家引起 大家是對中國是處於一種很警戒的狀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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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